因为我们在台湾生活那么久 我们对我们的医疗水准是很有信心的 我常常跟外国朋友讲 都是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 以前我在外馆的时候 我们都跟他介绍 我跟我们同仁讲 我们好好把我们的全民健保 大家把它弄清楚 然后多多跟外国人宣扬 我说这个人家对我们羡慕的不得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的联邦参众议员见到我们 都要跟我们请教我们的全民健保 然后他说你们台湾做的为什么这么好 那我自己在台湾 我跟我们的医疗体系 我自己我过去我的长辈 我自己跟 我对台湾 我因为我在国外住很长时间 我说医疗台湾最好 这还有什么 这我亲身经历 我讲这话我打包票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到现在 我们筛减的能量这么低 第二个 我们连一个方舱医院都不盖 你不要叫方舱医院 你去搜那个亲证的嘛 不要把我们的既有的这个医疗资源 把它挤爆 你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还要清空病床 现在我们所有都在清空 对在做这个清空病床 那人家本来有病的要在医院里面 不就把你现在这个 就是要有一个收亲证的地方嘛 那为什么会进度这么慢 你说我们现在 我们拿了4100亿 那我1亿可以盖一个方舱好不好 那我1亿盖一个方舱的话 那我可以盖几十个方舱了 那怎么 就不是没有钱啊 不是没有这个能量啊 那你现在 现在就讲到疫苗 这是更莫名其妙的 是啊 现在反而是比我们穷 或者是被我们当作比较落后的国家 他们反而比我们都先打得到啦 彰化县 林明珍县长已经讲了 南投县长 南投县 他已经说 我已经买到馆 我要准备2000万买30万计 给我的县名打 你看看我们中央指挥中心 还在那边推三主事 他说现在是救人第一了 还在那边 我要我县名的健康为优先了 我们我们商总赖正义的赖 赖正义这个主席 他也出来呼吁 他说我们这个商家倒了一半了 现在不要再要放下陈建 去拿疫苗 不管哪里都可以 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友邦 过去的所罗门 他现在你看已经拿到了 拿到了大陆的疫苗 然后他的总理也打第一针 全国举国欢腾 打大陆的疫苗 打大陆的疫苗 大陆的疫苗 我不晓得我们国内是怎么 怎么这个副总理 这个是他的总理 这个是他的这个总理 苏加瓦瑞 是是是 他去北京访问的时候 那现在没有国家在挑疫苗了 你这个疫苗 只要是WHO认可 那个7支 你就打吧 不要再挑了人命第一 现在是人命关天 我们今天又死了6个 是 又死了6个 我觉得这些人命好 如果我们有 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尽力啦 我是觉得我们有更好的准备 我们有充足的疫苗 我们可以减低我们的人命的伤亡 那这个现在已经是要对疫苗进行攻击了 而不是在那边守着疫苗 现在已经被人家疫苗 不是我讲错了 病毒要对病毒进行攻击了 而不是我在那边守着不让病毒来攻击我了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那你要去攻击这些病毒的话 就是疫苗 你现在跟我讲什么六月又两百万剂 又就这样子 我不是说不相信 我宁愿相信 可是你看这个讲法 变了多少次 那你就两百万剂 你六月几号 我们今天才五月二十五号 都不知道 我们要快 就 我觉得这个 救人一命如救火 那么防疫如防火 那么这个要非常的快 好 我这边补充一下 像刚才大使讲 那其实全国现在一线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都非常非常的忙 非常非常的累 为什么 因为到处都在开筛检站 那他们现在因为虽然清了病房 不是说清了病房没有事 他们就资源急诊的筛检 资源社区的筛检 然后一筛到呢 就要把我们专责病房就要开起来 所以第一线是非常的累 那第二件事我刚才讲 说那个我们的评比一定会下降 为什么 他有三个指标 一个是疫苗的那个施打率 那第二个死亡率 那我们很低啊 我们现在是倒数第二 我们疫苗施打率低 死亡率最近突然都高了 然后第三个 我们最近一些是新个案的case 所以可以跟大家讲 我们的这个排名一定会降价 是啊 就等着看嘛 月底的就会公布了 但回来说 的确疫苗能救命 现在中央不行 我们地方来做 这总可以吧 除了之前像金门都已经是开口了 可是还有南投啊 南投县长林明珍非常的着急 所以他说要中央授权 让地方来采购 南投有第二预备金2000万 向大陆要买30万剂BNT的疫苗 而且他又再次的强调 他说我不是去买大陆产的疫苗 是要买的呢 是上海复兴代理的 德国的那个BNT疫苗啦 所以呢不要搞错了 那么结果今天指挥中心怎么讲的呢 包括陈时中啦 副指挥官啦 还有包括发言人庄仁祥啦 都在讲说第一 没有收到文 就像讲金门一样 公文来啊 要来申请啊 再来 现在还说 嗯这个法规有规定啊 你要先来跟食药署来申请啊 这个都是要照着这个程序走 程序要完备啊 所以呢就一直用这个程序 那对于南投县长来讲 他当然会觉得是被卡住的啊 好了他现在讲了 明天我送公文 请你不要卡我 不要来挡我 因为很需要 哎方伦 你觉得明天送公文之后 我们指挥中心会怎么做啊 会不会卡会不会挡他 先其一啦 电子公文没收到 那就是说谎 对不对 我们很简单嘛 我们又不是没有收过电子公文 寄出去 最少一个小时之内 对方打个电话 哎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点一下 那个系统里面一定会出现 他们只是想说 哎反正我们有七天之内 再回复就可以了 所以都当作先 缓缓先没看到 好啦重点来了 明天 林明正要去送 送公文嘛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他从南投呢 坐车到台中 搭高铁 全套装备 亲手拿着公文 直接拿到那个卫福部门口 看阿中文部长收不收啊 对不对 下午两点准时送到嘛 阿中文部长你收不收 指挥中心记者会 对嘛 你一定在 不要再跟我讲收不到了 我觉得要做 如果要 陈时中要把这个游戏 玩得这么难看 那就大家什么都不要玩 还记不记得前一天 他们把所谓金门的筛检站 强行拆掉 就昨天啊 就是昨天啊 对不对 拆掉之后 然后呢 我马上哦 就看到那个 杨振武县长 他有拍一段影片嘛 就说我在县场表达我们县民的愤怒啊 就说你们应该要去做啊 就算规定说 没有说下飞机一定要裁剪 但自愿的人可以让他裁剪嘛 对不对 马上 撤一粉砖 哇 开始攻击 怎么攻击 你说你看看这样的流氓县长 人家中央指挥中心就说不行了 你偏偏要做 你不就是带头违法吗 讲这什么鬼话 不好意思 今天你们自己的大老板 就自己打脸自己 对不对 很简单 昨天拆了 今天说可以 昨天拆 今天就说可以 你们这些撤一粉砖啊 不要再当民进党当打手了 不要再当执政党的 这个是最新发布的嘛 对 这是最新发布的 指挥东西很快训 里面就讲了 金门 澎湖跟连江 只要在符合相关条件之下 你可以自愿的去做裁剪 为什么不行 而且人民明明就有 自我裁剪的能力 居然我还看到说 金门啊 你们要不要干脆独立算了 我们要 我们是国人啊 我们就应该同岛一命啊 什么叫同岛一命 难道人家可以守住 最后的净土 就不叫做同岛 这些金门人的命 不是命吗 所以我们要去搞清楚 今天台北 双北 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桃园 大都会区 是人人自伪 因为不知道大家 人来人往嘛 对不对 可是明明金门 马祖 澎湖 他们就可以就跟 去年的台湾一样 在机场口 在港口 就做好非常完整的 防堵 为什么不做 好 那我真的要再回过头来提 刚才第一个问题 4月29号 我们就已经成立了 疫苗掉月的小组 到今天为止 一个会都没有开 对 一个会都没有开 刘世芳还说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有大概三千万剂 不好意思 又是被自己人打脸 苏贞昌自己讲了 今天就是一千万八月来 两百万六月来 我都相信苏贞昌讲的话 可是刘世芳 你跟国人答应了三千万 中间还差了一千八百万剂 到底去哪里了 我们要里面这个疫苗掉月小组 到现在连一个资料都不能掉 为什么 因为会没开 人没有出席 没有委员同意的话 是不能掉资料的 那请问一下 接下来我们这六月 到底有没有疫苗 这就是个大灾问了